歡迎大家收看今期的環雨快訊 第一站我們先去到中國 最近興起了一種叫日式搬屋的搬運服務 跟傳統搬屋不同 日式搬屋會將所有打包、儲存、整理的工作 交給搬運公司 屋主可以完全解放雙手 這種搬運服務起源於日本 是一種中高端服務 搬屋公司會準備所有包裝材料 針對廚房用品、衣物、大型傢俬、不規則電器等等 都會有各自不同的包裝方式 據搬屋公司負責人介紹 他們單單是包裝材料 就已經有一百多種 在整個搬屋的過程之中 屋主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事 只需要降低新屋的安置需求 本屋公司便會一一辦妥 完成後 還會提供清潔服務 由屋主說 本屋公司幫他們整理好所有的東西 然後在新屋一一還原 幫他們節省了很多時間 我們要不在意外 變成這樣的東西